好 带你来看到87岁的江姓阿嬷 因为有骨质疏松等等的问题 长期在花莲慈祭医院来就诊 因为受到医师们的细心照顾 也萌生起想为更多人尽一份心力的念头 并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 28号的上午江姓阿嬷是决定将自己存下来的老人年金 化作医疗团队社区缓和 医疗居家访试用的交通车 捐赠给花莲慈祭医院 在家人的参扶之下 87岁的江老太太踏着缓慢步伐 在28号上午前往了华莲慈祭医院 但她今天不是要来医院看诊 而是要为医疗团队送上一份大礼物 江姓阿嬷因为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长期在华莲慈祭医院就诊 因为受到医生们的细心照顾 也萌生起想要为更多人尽一份心力的念头 并在家人的支持下 决定将自己存下来的老人年金 化作医疗团队社区缓和 医疗居家访试用的交通车 我是拿钱都给自己拿钱 都给他们说有的比较艰苦的人 没有钱都给他 我们拿钱都给他 对家伙 就拿给家伙而已 家伙说 阿嬷来关车 承罌洗一把 没关车 我的希望 阿嬷要关车 我自己要出 我還要給花蓮圖 這樣我就想玩 那是想玩就已經 就這樣自己就開心了 阿嬤本身是桃園人 對 所以 可是因為是我的姻緣 都在花蓮 然後可能這幾年 實際的努力 阿嬤也都看在眼裡 然後她就是想要 就是可以利用她自己 還有有辦法的一些能力 然後回饋給什麼 捐贈醫師中 緩和醫療科主任謝志剛 也特別開著房事車 載著阿嬤及家人 繞了一圈 讓阿嬤知道 這台車未來將會是如何 載著醫護團隊 深入部落社區幫助病人 而目前 花蓮池院 緩和醫療居家護理師團隊 共有6人 每週平均要服務 150個末期病人 但原有的房事車 卻只有5台 面對北道秀林鄉富士村 南道受風鄉水連村 這麼廣大的服務範圍 團隊只能想辦法接送互相支援 現在有了阿嬤娟的新車 將能幫助到更多需要的病人及家屬 記者 許麗芹 華蓮池報導 1 2 3 記者 許麗芹 華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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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蓮池